等一下 靠边停 那是他吗 世相先生 世相先生开的甜品店 有一个月了 我看您开会忙 就没和您说 过得挺充实啊 可我女朋友今天生日 她就想吃你们家的四大天王 我从敏航那边做季节过来的 好 这样 我 我想办法 您稍等 稍等啊 稍等 刘总 您今天还开会 您看你的午饭怎么解决 要不 便利店随便买点吧 好嘞 这个白我已私留了 先给您 谢谢老板 绑马 昨天我有女朋友 不过 算 没事吧 祝你幸福 拜拜 拜拜 谢谢 欢迎下次光临啊 还有这么多人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今天的蛋糕卖完了 下次再来吧 一块儿都没了 对不起啊 就要蛋糕卖完了 明天可以早一些来 我们尽量多做一些 好吗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拜拜 你这干嘛去啊 我给隔壁串点的老板 去送蛋糕 好 拖了 拜拜 站起来是吧 老师 身衣不错吗 还行还行 那您二位聊 我去送蛋糕 蛋糕 咪 你回来 老师您来是找我 我买点蛋糕 买蛋糕啊 对 那个 是这样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老郑 这是艾米 我的伴侣 你好 你好 你的蛋糕一会儿 给人家做一份 这个给他 我朋友 这 这 多不好意思 那谢谢您 没关系 那多少钱呢 小二姐 不用钱了 这还给我钱呢 请您吃了 那 行 我走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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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没走远 那你着什么急 拜拜 咱现在送客 咱还这么送呢 那可不嘛 整排形象你忘了 微笑笑起来 要动 您在前面 你干嘛呢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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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能不能别老动手动脚的 今天蛋糕卖得好 我跟他庆祝一下 你有什么问题呢 你可以庆祝啊 那你这手往哪儿搭呢 这是 我这个 我这 我解释一下 我这个是友谊的一搭 我今儿心情好 我不想跟你吵 注意点自己的言行举止啊 好了好了 没事的 大家今天都累了一天了 就别绷着了 不过 孙大叔 刚刚那个男的是谁呀 感觉对你蛮重要的 一跟他讲话 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 谁呀 这 没谁 就是一朋友罢了 这样啊 今儿我挺高兴的 咱们这样 完事之后 我请各位喝一杯 我做东 如何 我觉得今天大家都挺累的了 不如早点休息吧 我这年轻的字典里 你不要有累这个字好不好啊 别说年轻人啊 是你的字典里没有累这个字 你只有一个字 玩 你 向董事长 您要是不累的话 就继续留在店里干活 大明去把工作服换了 生路送你回家 不是 不是 我不 别拎你我 不是 你吓我一跳你 胜负已分 别垂死挣扎了 你不是在他里面吗 怎么在这儿啊 管着吗 我 从辈分上来算 你该叫我三哥你知道吗 你等会儿 我没睡 我没睡 我以为你累了 郭老师啊 今天你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对 年轻人的字典里啊 是没有累这个字的 所以下午就是应付一下向南叔 不过你飞个今天大手这个动作呀 他肯定也是无意的 你以为要往心里去 怎么会 我懂他的 他那个一大呢 看似是有心无意 其实啊 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 给谁啊 今天买蛋糕那个大叔呗 不不 八卦一下啊 这个大叔是不是跟他前妻有关系啊 我又没看见是谁 行了 别八卦别人的家事了 是不是前面那个红绿灯又拐啊 前面那个红绿灯 靠边把我放下吧 怎么了 ,时间还早 我也不累 想一个人去坐会儿 约了朋友 没 反正回家呢也是自己待着 所以有的时候 就喜欢自己在外面坐着 看看路边人来人往的 就觉得自己没那么孤独 其实有时候啊 我也喜欢 独自一人 在人群中 就觉得很温暖 那 今晚不如让我请你喝杯咖啡吧 就当感谢你今天的剑尤薇 我什么时候剑尤薇了 像大叔的那个友谊的一搭 我保证不会打扰你的 你看 你看你的书 我发我的呆 再来一块儿虚度一会儿光阴 不是挺好的 好吧 还可以 我不会想的 那我跟你说 我什么时候 我会比我 我好